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联合早报报道 中国国药集团旗下子公司中国生物今天宣布 公司研发的Omicron变异株灭活疫苗 获得了中国国家药监局的临床批准 公司宣布上述消息之后 在上海挂牌的国药股份股价是直线涨停 国药股份股价在下午1点57分开始直线上扬 一分钟之后涨停 分别在上海和深圳挂牌的国药 以至和国药集团旗下的上海现代股价 在下午2点20分上涨1.08%和6.05% 不过国药新疫苗获批临床的好消息 并没有办法及时地解决当前中国疫情的困境 近来中国疫情多点爆发 在严格的风控政策之下惹得民怨四起 但是当局仍不愿意放弃清零目标 同时中国国产疫苗效力备受质疑 金融时报报道 上个月发布的香港大学研究指出 与是打两剂BNT疫苗者相比 接种两剂中国科兴疫苗的60岁以上民众 死于新冠肺炎的几率要高出的三倍之多 美国耶鲁大学研究更说 打了两剂灭活疫苗者 可能需要再打两剂的mRNA补强针 耶鲁大学免疫生物学教授严齐明子指出 变活疫苗引发的免疫系统T细胞反应较小 长期保护力较不可靠 有鉴于此 接种两剂科兴疫苗者 需要再打两剂的mRNA补强针 综合抗体数 才能够与施打三剂mRNA疫苗者相当 而在中国国产疫苗效力不足的背景之下 现在中共当局似乎终于开始考虑 要引进BNT疫苗 以应对不知何时到头的疫情 德国明镜周刊报道 早在2020年3月份 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初期 德国生技公司BNT 就与美国辉瑞药厂签约研发疫苗 也与上海复兴医药谈好了合作条件 但是BNT疫苗至今都还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市场 报道指出 中国早前曾经暗示愿意批准BNT疫苗 但是中国国产的科兴疫苗 迟迟没有获得欧盟许可 中方显然将科兴疫苗也获得欧盟批准 视为是一场政治交易 对欧盟药品管理局坚持独立审查 要求科兴提供更多临床数据不满 欧盟专家要求检查科兴的工厂 也遭到了中国方面刁难 既然科兴疫苗没有获得欧盟的批准 那么BNT疫苗也就无法在中国上市 直到如今疫情再度爆发 BNT疫苗才在中国市场迎来新的希望 中国近来打贪动作频繁 单单22号一天之内就有三个金融高官落马 包含招商银行原党委书记 行长田惠宇 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 原风贤总监韩凤林 以及福建省金融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蒋云明 上海第一财经统计 今年以来已经有14名的银行高层被查 证券时报指出 这场金融反腐风暴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人走查不良 辞职退休都不能够保平安 此外反腐范围不仅涉及大小金融机构 也深入到了金融监管部门 因查尽查 报道还称金融腐败容易诱发 甚至是加剧金融风险影响到国家的金融安全 今年2月28号 中共中央深改委就曾发出警告 要加大金融监管力度 惩处金融领域腐败 查处危机违法人员 另外根据统计 自去年10月以来 有超过40名的金融贪官落马 时政评论员蓝树早前表示 习近平在为他的第三任期做准备 在中共二十大 一定会大肆地提升自己的人马 习近平在这个时候整顿金融界 主要的原因是要保他自己要提拔的人 旅二学者袁洪斌则表示 中共二十大涉及重大的政治斗争 在这之前 将会有一大批的中共金融系统官员受到清晰 斯里兰卡爆发经济危机 3月份已经发生了多起抗议活动 要求政府下台 24号更有数千名的大学生 包围总理马辛达拉贾帕克萨的住宅 要求他辞职 而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一大主因 似乎就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债务 日经亚洲报道 斯里兰卡财政部长萨布里 上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等机构进行了接触 希望能够取得融资的帮助 斯里兰卡传媒部长 哥达赫瓦则是在今天表示 中国已经向斯里兰卡提议债务再融资的选项 他并补充和中国的讨论还处于早期阶段 中国为斯里兰卡最大的双边债全国 斯里兰卡向中国举债高达35亿美元 美国之音报道 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 斯里兰卡紧急请求中国 提供相当于25亿美元的援助 在斯里兰卡发出资金支持请求的几个星期之后 中国政府终于在22号做出回应 北京方面表示将提供3100万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月10号访问了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从那以后 斯里兰卡还一直寻求延期支付中国所提供的110亿美元的贷款 中国尚未对这项请求做出任何的回应 多年来 中国一直试图要打造自己是发展中国家靠得住的朋友的国际形象 但是包括总统哥塔巴亚拉贾帕克萨在内的斯里兰卡领导人 一再公开的请求中国提供纾困资金 这对于中国希望塑造的形象是带来了考验 中国试图说服了几十个国家的政府参加其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倡议 因此维持这种国际形象对中国来说关系重大 自从2013年以来 北京为一带一路项目注入了8000多亿美元 中国渴望出售更多货物并为其建筑公司拿下合同 同时挑战北京所说的美国霸权主义 另外一个方面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指责中国推动一种债务陷阱外交 试图让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屈膝臣服 仰赖中国的支持 中国外交官否认了这项指控 但是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因为中国的债务而身陷危机 位于新等理的马诺哈尔帕里卡尔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副研究员 卡尔滨苏尔塔纳 认为当前中国拒绝重新的安排斯里兰卡还贷时间 是另有意图的 北京正在等待一个好时机 达成债转股的交换 并且在斯里兰卡并购土地 苏尔塔纳提到 中国出资的汉班托塔港项目 2017年在斯里兰卡无法按时还债之后 该项目就进入了债转股机制 中国在把贷款转为港口股权之后 拥有了70%的所有权 斯里兰卡在中国债务中失去国家的关键资产 而未来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日前签订安全协议 引起太平洋国家忧虑 担心该协议将使得中国军舰能够任意地进出此地 更会在所罗门设立军事基地 使得南太平洋军事化 而针对相关消息 中央社报道 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表示 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 今天告诉日本访问团 他无意让中国在自己的国家设立军事基地 而此前澳洲总理莫里森也表示过 所罗门总理已向他声明 无意让中国设立军事基地 不过在所罗门方面的承诺之下 美国仍然是不敢掉以轻心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今天表示 美国高层官员近日访问所罗门群岛 表达对所中两国签署安全协议的忧虑 预计九月份将会与所罗门举行高阶战略对话 进一步地讨论这些问题 美国方面强调 未来将会与区域伙伴紧密协商 关注事件发展 美所两国决定启动高阶战略对话 以强化沟通处理共同关切的议题 并且推动务实进展 另外为了应对所罗门与中国签订安全协议 美国拟定扩大对太平洋岛国巴布亚牛吉内亚 扩大安全合作 鲁头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表示 美国上周派遣的代表团 已经与巴布亚牛吉内亚总理马拉普 和庶民国防首长会面 并且计划未来几个月之内 举行进一步的安全会谈 美国曾经在2018年 向巴布亚牛吉内亚提议 要将当地一个海军基地进行重新开发 但是当时的巴布亚政府 选择与澳洲以及美国达成协议 将二战时 美国在曼努斯岛设立的海军基地升级 而巴布亚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 是澳洲北方最近的邻国 欧武战争爆发之后 外界高度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现况 并且可从近期多次释出的影像 看见普京的健康状况 似乎是亮起了红灯 新岛日报报道 本月21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国防部长 邵伊古进行谈话 从克里姆林宫释出的相关影片 可以看到69岁的普京一坐下 右手就紧抓捉眼 而且在长达将近12分钟的影片中 都不曾松手 他当时与国防部长邵伊古 商讨如何处置被围困树中的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 马里乌波尔 普京驼背坐着看似坐立南安 双脚步时的抖动 曾经蒂俄罗斯担任顾问的瑞典经济学家 艾斯伦德推文表示 这一段影片显示普京和他的关键幕僚 看起来都很沮丧 而且似乎健康状况不佳 有传言指出 邵伊古也有健康问题 英国前国会议员门师则说 这一段影片似乎支持了普京 患有帕金森氏症的传言 他表示从这里可以看到 他抓着桌子 好让人看不出来他的手在颤动 但他却止不住的抖脚 早前英国报章也提到 普京近年与一名癌症医师 密会了至少35次 而在这场会议之后 普京于24号出席东正教复活节仪式 英国劲报报道 普京在这场活动中也被拍摄到了动作不寻常 不仅坐立不安 还不停地咀嚼嘴唇 身体不时地乱动 看起来非常焦虑 再度引发外界揣测 认为他可能罹患了帕金森是症或者是癌症